因為許忠利院長講了 在台灣實施陪審制 就像在沙漠裡種玫瑰 也許他不知道真有沙漠玫瑰這個品種 那我們在台灣因為買不到沙漠玫瑰 所以我們用紅玫瑰來代替 我們希望未來可以將玫瑰種在台灣的司法上 我不好講台灣的司法是一個沙漠 但是對大家而言也許就是如此 許忠利才會這樣子的說法 所以今天我們採用比較軟性的訴求 因為兩邊的對立是為了一個理念之爭 為了一個將來台灣的司法審判制度之爭 未必要這麼拔刀相助 將見 所以我想大家看新聞稿就知道 這個美女野獸裡面的那個玫瑰花 最後他到底要成為王子還是繼續成為野獸 就在此一舉 所以我們今天趁著這個1點半到5點半的公聽會 藉此希望能夠讓喚起大家的注意 喚起大家的興趣來看看這一趟很有價值的公聽會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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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